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早年能够享受父母给予的福分 而一旦补入社会后 就要承担起家庭生活的责任来 为了父母而努力 为了爱人和孩子而打拼 忙忙碌碌中不知不觉 就过了人生中年 才逐步迎来运势翻转的机会 因为心中有责任 所以一些朋友再苦再累也不停歇 他们为了家人的幸福生活 时刻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不过当迎来人生中年之后 往往能够迎来回报 并且越活越顺遂 赢得财神的瞩目 今天我们要说的五大生肖的人 他们虽然早年坎坷 却在中年发迹 财源广进 年纪越大越富贵 不如一起来看看 究竟是哪些生肖吧 一生肖猪 属猪的人个性随和 为人却很谨慎 尤其对待事业财富也是如此 他们十分能吃苦 善于把握契机 在事业中绝对会选择自己 有万分把握的事情来做 不会去冒那些风险 如果在自己所精通的领域内 下狠功夫好好的修炼发展 是有很大机会在中年的时候 开运发富的 当然他们不会去 选择没有把握的事情 他们在自己精通的领域内发展 会遇到非常多的 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人到中年时 也会变得十分大方阔绰 或许他们动手能力并不是最强的 但却是一位合格的指挥官 知人善用 十个属猪人 九个能发富 这是指猪年出生的人 不愁吃 所以属猪的人中年后 成为老板是非常多的 属猪的人也是命中有福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由于自己太过于老实 所以总是受到别人的欺骗 因此属猪的人在年轻的时候 日子并不好过 生活曾经一度的贫困不已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们的福气就慢慢的显露出来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得到贵人的指点 也能够得到六亲的帮助和信任 所以说属猪人到了中年开始 就能够蒸蒸日上 做什么事情都能顺顺利利的成功 二 属猪的人天生聪明伶俐 活泼好动 善于摸索更懂得变通 是最容易赚到大钱的人 他们肯干也肯吃苦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极其谨慎 不会让自己和自己的团队吃亏 他们的创业之路一开始 都是非常激进 虽有大财大略 但却冷静不足冲动有余 所以他们创业之初 避免不了吃一些冲动的亏 并不是那么顺利 不论是生意或是职场 差不多都会有这种遭遇 但当他们人道而立之时 就会有不少的阅历积淀 这样的他们气质少了些青涩浮夸 多了些沉稳 也不是那么贪玩贪吃 又能将自己的智谋都用在事业上 把自己的生意做起来 也就是得在自己的中年时期 他们会利用长年发展的人脉关系 来扩展自己的生意 因此精明人一旦起步 就像吃了血脉根本停不下来 发财开运只是时间问题 属猴的人灵巧机敏 事业生意创意极多 赚钱门路条条通 所以不用等到他们年纪大 他们就能比同龄人赚到更多的钱 但是不可否认 属猴的人得等到相对成熟一些的年纪 才能学会如何珍惜金钱 年轻时的他们会赚钱 更会花钱 有时候钱在他们手中 还没污热就被花掉了 所以当学会了开源节流 属猴的人就会越老越不缺钱花 社交圈里也处处是偏财 三身孝虎 虎年出身的人 命为荧木 命格天生坚韧不拔 生机勃勃 但是在踏出大学门口时 如同出芽一般 需要经过时间的灌溉 才能生长成参天巨木 他们创业本事了得 生意场上更是个激流猛进的人 对场有雄心壮志 就算是白手起家早年不顺 因他们有着敢于面对困难 解决困难的信心 中年也一样会不入家境 因为他们对金钱 契机商机十分敏锐 尤其是金钱的敏感度 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为人处事成熟可靠的他 到了中年就已经是 朋友满天下的状态了 贵人多 自助也会多 所以他们有了一定基础后 就难以出现大起大落 总有人支撑着他的事业 更重要的是他们宅心仁厚 该狠的时候狠 不会有负人之人 中年后的他 足以称得上老谋深算 虎年出身的人 贵气旺盛 他们的一生不会平凡或是虚度 而是饱经历练 忠诚大气 随着年纪的增长 鼠虎的人生意头脑欲发好 中年经商可得富贵 而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人脉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多受人崇拜和尊敬的他们 年纪渐长 威望也在增长 所以得到者多助 越老越有人帮 越不缺钱花 四身孝马 鼠马的人给人感觉就是踏实稳重 很温厚 正直磊落的他不会做出 什么有备于刚长伦理的坏事 所以在生意场上十分能得到 别人的尊重和贵人的解囊相助 鼠马的人为人大方热情 所谓的天行剑 君子以自强不息 厚得载悟 这句话就很适合鼠马的人 在事业上越挫越勇 越战越毛起劲坚持走下去 在他们做不下去时 会时不时想起自己的深远的计划 未来的发财大计 就重新恢复了动力 尤其是当人到中年时 鼠马的人便能抓住年轻时 没有把握住的机会 让自己的事业风生水起 逆境之中化险为夷 将来的事业就开始 一帆风顺的旅程了 生肖马的人生性乐观豁达 他们不管什么时候 看起来都是微风凛凛 充满朝气的 常言道面游新生 所以鼠马人给人的感觉 就是很好相处 一看到他们的笑容 自己的心情也会变好 而且他们对待工作 也是一样乐观 还能够感染周边的伙伴们 一起努力工作 随着年纪的增长 鼠马人的热情也绝对不会退却 他们会及时发现自身的缺点 并且及时改正 这对鼠马人的事业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他们越老就越有价值 五生肖牛 鼠牛的朋友对生活充满了热情 他们做事谨慎 能够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机会 生肖牛的人早年吃苦 后半辈子享福 他们在中年的时候事业腾飞 到了老年赚取了更多的钱 日子愈发富裕 鼠牛人看得开 他们认为生活就要精神愉悦 所以到了晚年前和精神物质都不缺 生肖牛的人 就像老黄牛一样 是心思十分简单单纯的人 他们从来都没有什么坏心眼 待人忠诚 掏心掏肺 对待事情也是兢兢业业 从来没有一丝的怨言 总是默默地尽心尽力的 做好自己的每一份工作 从来不会投机取巧 太过低调的人 也许不会轻易获得成功 但老天爷都看在眼里 终有一天鼠牛人会获得成功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而且鼠牛人是典型的大气晚成之人 年纪越大 他们的能力就越能够展现出来 从而飞黄腾达 一飞冲天 以上运势分析 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 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 那样当好运到来 就能把握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 下期见